Hello 同学们,今天课程的内容是第一条件句 咱们先看一下两人对话 Shall we go by bus or by train? 我们应该是公交出行还是应该火车呢? 真的火车站和公交站中间 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 男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If we go by bus, it will be cheaper If引导的这个条件部分 如果是一般现在时 那说明这个条件是有可能实现或者发生的 句子可以有两种形式呈现 首先男孩说的 If we go by bus, it will be cheaper 把条件放在前面 但此时需要用逗号隔开两个句子 同时也可以通过 It will be cheaper if we go by bus 把条件放在后面 但此时则不需要逗号隔开两个句子 咱们看一下第二个场景 女生对男生说 If I don't phone you tomorrow You will start at nine o'clock 条件部分在此时是一个否定句 那我们看一下可以如何进行替换 同样的概念还可以表达为 Unless I phone you tomorrow You will start at nine o'clock 除非我明天给你打电话 否则你就在九点钟开始 我们看到两个句子一样 但是条件部分已经改为了肯定句 而且if不见了 取而代之我们用了unless 由此大家可以看出 在第一条件句是unless 它的概念就是if not 因此跟if的概念是相反的关系 复习一下第一条件句 首先第一条件句是if引导的条件为 一般现在时表达的概念是 这个条件是可能实现的一种情况 同时它的反译词是unless 今天内容结束了 咱们课堂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